撒末尔记上第一章 以法连山地的拉玛 索菲有一个以法连人 名叫以利加拿 是苏福的玄孙 托户的曾孙 以利户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 一名哈拿 一名皮尼拿 皮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世罗 敬拜祭祀大军之耶和华 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福尼 菲尼哈当 耶和华的祭祀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祭肉分给他的七皮尼拿 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却是双分 因为他爱哈拿 无奈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皮尼拿献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就做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 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 耶和华殿的时候 以利加拿都以双分给哈拿 皮尼拿仍是激动他 以致他哭泣不使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呀 你为何哭泣 不使 心里愁闷哪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他们在世罗吃喝完了 哈拿就站起来 祭祀以利在 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胃上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祈祷耶和华 许愿说 大君知 耶和华呀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她终身归于 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 哈拿在 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 以利定睛看她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莫倒 只动嘴唇 不出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她喝醉了 以利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 我主不是这样 我是灵力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 我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一 不要将婢女看作比列之女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 以利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 神允准你向她所求的 哈拿说 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妇人去用餐 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次日清早 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就回拉玛 到了家里 以利加拿和七哈拿同房 耶和华便顾念哈拿 那时 哈拿怀孕以后 日期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末尔 说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市罗去 要向耶和华献年纪 病孩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 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 耶和华 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她丈夫以利加拿说 就随你的一行吧 可以等儿子断了奶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于是妇人在家里如养儿子 直到断了奶 既断了奶 就把孩子带上市罗 到了耶和华的殿 又带了三只公牛 依依法细面 以皮带酒 那时 孩子还小 宰了一只公牛 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 妇人说 我主啊 我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主 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 耶和华的那夫人就是我 我祈求 为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 我将这孩子介于 耶和华 使他终身介于 耶和华 于是他在那里敬拜 耶和华 撒末尔记上第二章 哈纳祷告说 我的心因 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 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筹笛张开 我因 耶和华的救恩欢信 只有 耶和华为上 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向我们的 神 人不要夸口 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 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 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永世的功都已折断 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素来饱足的 反作用人求食 饥饿的 再不饥饿 不育的 生了七个儿女 多有儿女的 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坟墓 也使人往上升 耶和华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他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 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 提拔乞讨的人 立他们 在官掌中间 又使他们 得住荣耀的座位 地的柱子属于 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旗上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使恶人在黑暗中 既然不动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作对的 必被打碎 耶和华 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级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力的王 高举授高折的脚 以利加拿 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 祭司以利面前 侍奉 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比列之子 不认识 耶和华 这二祭司 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 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奥里 或顶里 或府里 或锅里一插 插上来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 世罗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又在 未烧之友以前 祭司的仆人 就来对 献完了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 叫他烤吧 他不要煮过的 要生的 若有人对他说 荡先烧之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仆人就回答说 不 你倒要历史给我 若不然 我便抢去 故此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 耶和华面前慎重了 因为人厌弃 给耶和华陷进 那时 萨姆尔还是孩子 穿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势力在 耶和华面前 他母亲每年又为他 做一件小外袍 同着丈夫上来 现年纪的时候 带来给他 以利为以利加拿 和他的妻祝福 说 愿 耶和华由这妇人 再赐你后裔 代替你介于 耶和华的孩子 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就怀孕生了 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母耳在 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以利年甚老迈 听见他两个儿子 带以色列众人的事 又听见他们 与会幕门前 伺候的妇人同情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 行这样的事呢 我从这种百姓 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可这样 我听见 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 耶和华的百姓 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 有事实审判他 人若得罪 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 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有 神的人来献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 做奴仆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之派中 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 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福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伙计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 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和礼物 你们为何替替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 贡物肥吉呢 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必 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 耶和华却说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看啊 日子必到 我要折断你的绑币 和你父家的绑币 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在 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 你必 在我居所遇见仇敌 在你家中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至于你家中的人 就是我不从我弹简简除的 必使你眼目前辟 心中忧伤 你家中所生的人 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 菲尼哈 所遭遇的事 可做你的证据 他们二人 必一日同死 我要为自己 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 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 我的受高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 都必来叩拜他 求快银子 求点饼 说 求你赐我祭司的职份 好叫我得快饼吃 撒末尔记上 第三章 孩童撒末尔 在以利面前侍奉 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异象 当那时候 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滑起来 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 神耶和华店内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撒末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末尔 撒末尔说 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撒末尔 撒末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 撒末尔还未认识 耶和华 也未得 耶和华的话 向他启示 耶和华第三次 呼唤撒末尔 撒末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 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是 耶和华呼唤孩童 因此以利对撒末尔说 你仍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呀 请说 你仆人静听 撒末尔就去 仍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撒末尔啊 撒末尔啊 撒末尔回答说 请说 你仆人静听 耶和华对撒末尔说 看啊 我在以色列中 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都必耳明 我指着以利家 所说的一切是 到了那日 我必应验在以利身上 我既作使 也必成终 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审判他的家 因他知道 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 我向以利家启示说 以利家的罪孽 虽献计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去 撒末尔睡到天亮 就开了 耶和华的店门 不敢将异想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末尔说 我儿撒末尔啊 撒末尔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圣魔 劝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 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地降伐于你 撒末尔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 这是出于 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撒末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从但道别 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华立撒末尔为先制 耶和华又在使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在使罗将自己以 耶和华的话向撒末尔启示 撒末尔记上第四章 撒末尔的话临到以色列众人 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式人打仗 安营在以便 已谢 非利式人安营在亚福 非利式人向以色列摆阵 两军交战的时候 以色列败在非利式人面前 非利式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 约有四千人 百姓回到营里 以色列的长老说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式人面前呢 我们不如将 耶和华的约会 从使罗抬到我们这里来 好在我们中间 就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于是百姓打发人到使罗 从那里将住在二基路伯中间大军支 耶和华的约会抬来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非尼哈语 神的约会同来 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 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 地边响动 非利式人听见欢呼的声音 就说 在西伯来人营里 大声欢呼 是甚么缘故呢 随后就知道 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 非利式人就惧怕起来 说 神到了他们营中 又说 我们有祸了 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祸了 谁能救我们 脱离这些大能知 神的手呢 从前在旷野 用各样灾样击打埃及人的 就是这些 神 非利式人啊 你们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 免得做西伯来人的仆人 如同他们做你们的仆人一样 你们要做大丈夫 与他们争战 非利式人打仗 以色列打败了 各项各家奔逃 被杀的人甚多 以色列的步兵图倒了三万 神的约会被掳去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非尼哈 也都被杀了 当日 有一个遍雅闽人 从镇上逃跑 衣服撕裂 投蒙灰尘 来到释罗 到了的时候 看啊 以利正在到旁 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 为神的约会心里担忧 那人进城报信 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 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 就问说 这喧壤是什么缘故呢 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 眼目发直 不能看见 那人对以利说 我是从镇上来的 今日 我从镇上逃回 以利说 我儿 那里有什么事呢 报信的回答说 以色列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民众被杀得甚多 你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非尼哈 也都死了 并且 神的约会被掳去 他一提 神的约会 以利就从他的位上 往后跌倒 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 因为他年纪老迈 身体沉重 以利做以色列的逝世四十年 以利的儿妇 非尼哈的妻 怀孕将到产期 他听见 神的约会被掳去 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就屈身阵痛 因他的疼痛临到他了 将要死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 不要怕 你生了男孩子了 他却不回答 也不放在心上 他给孩子起名 叫以加伯 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 神的约会被掳去 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又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 因为 神的约会被掳去了 撒末尔记上 第五章 非利是人将 神的约会 从以便 以泻台到亚师图 非利是人将 神的约会 抬进大滚庙 放在大滚的旁边 此日清早 亚师图人起来 献大滚仆倒在 耶和华的约会前 脸浮余地 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 又此日清早起来 献大滚仆倒在 耶和华的约会前 脸浮余地 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 都在门槛上折断 只剩下大滚的残体 因此 大滚的祭司 和一切进亚师图 大滚庙的人 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 直到今日 耶和华的手 重重夹在 亚师图人身上 败坏他们 使他们生痴疮 亚师图和亚师图的 四镜都是如此 亚师图人 见着光景 就说 以色列 神的约会 不可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的手 重重夹在我们 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 就打发人 去请菲利士的 众首领来聚集 问他们说 我们向以色列 神的约会 应当怎样行呢 他们回答说 可以将以色列 神的约会 运到加特去 于是将以色列 神的约会 运到那里去 运到之后 耶和华的手攻击 那城 使那城大大毁坏 他又击打那城的人 无论大小 都在他们的 私密畜生痔疮 他们就把 神的约会 送到以格伦 神的约会到了 以格伦人 就寒嚷起来说 他们将以色列 神的约会 运到我们这里 要害我们 和我们的众民 于是 打发人 去请菲利士的 众首领来 说 愿你们将以色列 神的约会 送回原处 免得他 害我们 和我们的众民 原来 同城有 害命的毁灭 神的手 重重攻击 那城 未曾死的人 都生了痔疮 和城呼号 声音上 达于天 撒末尔记上 第六章 耶和华的约会 在菲利士人 之地 七个月 菲利士人 将祭司 和占卜的 聚了来 问他们说 我们像 耶和华的约会 应当怎样行 请指使我们 用何法将约会 送回原处 他们说 若要将以色列 神的约会 送回去 不可空空地送去 却总要给他 献熟千计 然后你们渴得痊愈 并知道 他的手 为何不离开你们 菲利士人说 应当用 圣魔县位 赎千计呢 他们回答说 当照菲利士 首领的树木 用五个金智窗 五个金老鼠 因为在你们众人 和你们首领的身上 都是一样的在 所以 当制造你们 智窗的像 和毁坏 你们的老鼠的像 并你们要归 荣耀给以色列的 神 或者他向 你们和你们的众神 并你们的地 把手放轻些 你们为何 硬着心像 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 神在埃及人 中间行歧视 埃及人 岂不释放以色列人 他们就去了吗 现在 你们应当 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 将两只未曾 富恶有辱的母牛 套在车上 使牛犊回家去 离开母牛 把 耶和华的 约柜放在车上 将所限 赎千计的金物 装在匣子里 放在柜旁 将柜送去 你们要看看 车若执行 以色列的境界 到博士卖去 这大灾就是 耶和华 降在我们身上的 倘若不然 我们便知道 不是他的手 击打我们 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非利式人 就这样行 将两只 有辱的母牛 套在车上 将牛犊 关在家里 把 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老鼠 并金制窗向的匣子 都放在车上 母牛执行大道 往博士迈去 一面走 一面叫 不偏左右 非利式的首领 跟在后面 直到博士卖的境界 博士卖人 正在谷地收割麦子 举目看见约柜 就欢喜了 车到了博士卖人 约书亚的田间 就站住了 在那里 有一块大石头 他们把车披了 将两只母牛献 给 耶和华为凡记 立位人将 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物的匣子 拿下来 放在大石头上 当日博士卖人 将凡记 和别的记献给 耶和华 非利式人的 五个首领看见 当日就会 以格伦去了 非利式人献给 耶和华 做赎千记的 金纸窗像 就是这些 一个是 魏亚石突 一个是魏加萨 一个是魏亚石基伦 一个是魏加特 一个是魏以格伦 金老鼠的树木 是照非利式 五个首领的成义 就是坚固的成义 和乡村 以及亚比拉的大石头 这石头是放 耶和华约贵的 到今日 还在博士卖人 约书亚的田间 耶和华 因博 是卖人 善观他的约贵 就击杀了他们 五万零七十人 百姓因 耶和博大打击杀 他们就哀哭了 博士卖人说 谁能在 耶和华这圣洁的 神面前示例呢 这约贵 可以从我们这里 送到谁那里去呢 于是打发人去 献激烈耶林的居民 说 非利式人将 耶和华的约贵 送回来了 你们下来 将约贵 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撒末尔记上 第七章 激烈耶林人救下来 将耶和华的约贵 接上去 放在山上 亚比拿达的家中 分派他儿子 以利亚撒 看守 耶和华的约贵 约贵在激烈耶林许久 过了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 耶和华 撒末尔对 以色列全家说 你们若一心归顺 耶和华 就要把外邦的众神 和亚斯塔路 从你们中间除掉 转心归向 耶和华 单单地侍奉他 他必就你们 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 朱巴利和亚斯塔路 单单地侍奉 耶和华 撒末尔说 要是以色列众人 聚集在米斯巴 我好为你们祷告 耶和华 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 打水浇在 耶和华面前 当日进食 说 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 于是撒末尔在米斯巴 审判以色列人 非利士人听见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人听见 就惧怕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对撒末尔说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 耶和华 我们的 神 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撒末尔就把一只吃奶的绵羊高线雨 耶和华做全生的繁祭 撒末尔为以色列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就听云他 撒末尔正现繁祭的时候 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 当日 耶和华却大发雷声 惊乱非利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 追赶非利士人 击杀他们 直到伯甲的下面 撒末尔将一块石头 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 叫以便 以谢 说 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从此 非利士人就被制服 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 撒末尔做适施的时候 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 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 从以格伦直到加特 都归以色列了 数这些城的四境 以色列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 那时 以色列与亚摩利人和好 撒末尔平生做以色列第一世事 他每年寻行到伯特利 吉甲 米斯巴 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 随后 他便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 他为耶和华在那里 住了一座坛 撒末尔记上 第八章 撒末尔年纪老迈 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低时事 长子名叫约尔 次子名叫亚比亚 他们再别 是八座时事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 贪图财力 收受贿赂 驱往正直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 来到拉玛县撒末尔 对他说 你看 你年纪老迈了 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像列国一样 但撒末尔不喜悦他们说 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他就祷告 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末尔说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 他们常常离弃了我 侍奉别神 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 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 只是仍要奄奄警戒他们 告诉他们将来那王 怎样管辖他们 撒末尔将 耶和华一切的话 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说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 为他赶车 跟马 奔走在车前 又立他做千夫长 五十夫长 要派他们为他耕种田地 收割庄稼 打造军器和车上的气性 他必取你们的女儿 为他制造香膏 做厨艺 做烤饼的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处的 他必取十分之一 给他的官长和臣仆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 健壮的少年人 和你们的驴 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 他必取十分之一 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 那时 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 耶和华 耶和华却不听云你们 只是百姓不肯遵 撒末尔的话 说 不然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 为我们征战 撒末尔听见百姓这一切话 就将这话 沉迷在 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撒末尔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为他们立王 撒末尔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各归个城去吧 撒末尔记上 第九章 有一个汴亚敏人 名叫基士 是汴亚敏人亚斐亚的玄孙 比哥拉的曾孙 喜罗的孙子 亚别的儿子 是个大能的勇士 他有一个儿子 名叫扫罗 是健壮俊美的少年人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一个能比他的 身体比重名高过一头 扫罗的父亲基士 丢了几头驴 基士就对儿子扫罗说 你带一个仆人去 起来找驴 扫罗就走过 以法连山地 诱过沙里沙地 都没有找着 诱过沙林地 驴也不在那里 诱过遍雅敏地 还没有找着 到了苏福地 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 我们不如回去 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 反为我们担忧 仆人说 如今请看 这城里有一个 神的人是众人所尊重的 凡他所说的 全都应验 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 或者他能将我们 当走的路指示我们 扫罗对仆人说 但是你看 我们若去 有圣魔可以送纳人呢 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 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纳 神的人 我们还有圣魔没有 仆人回答扫罗说 请看 我手里有银子 一摄克勒的四分之一 可以送纳 神的人 请他指示我们 荡走的路 从前以色列中 若有人去问 神 就说 我们问仙剑去吧 现在称谓先知的 从前称谓先剑 扫罗对仆人说 你说的是 我们可以去 于是 他们往 神的人所住的城里去了 他们上坡要进城 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 出来打水 问他们说 仙剑在这里没有 女子回答他们说 他在这里 正在你们前面 如今快去吧 他今日正到城里 因为今日百姓 要在高丘陷进 在他还没有上高丘 吃纪舞之先 你们一进城 必遇见他 因他味道 百姓不能吃 必等他先住纪 然后请的客才吃 现在你们上去 这时候必遇见他 二人就上去 将进城的时候 撒姆尔正迎着他们来 要上高丘去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 耶和华已经指示 撒姆尔说 明日这时候 我必使一个人 从遍雅敏地到你这里来 你要告他 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他必救我民 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 我就眷顾他们 撒姆尔看见扫罗的时候 耶和华对他说 看啊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 这人也必治理我的民 扫罗在城门里 走到撒姆尔跟前 说 请告诉我 仙剑的寓所在哪里 撒姆尔回答说 我就是仙剑 你在我前面上高丘去 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袭 明日我送你去 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 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 你心里不必挂念 已经找着了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扫罗说 我不是以色列之派中 至小的汴雅敏人吗 我家不是汴雅敏之派中 至小的家吗 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撒姆尔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课堂 是他们在请来的课中做守卫 课约有三十个人 撒姆尔对厨艺说 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记肉 现在可以拿来 厨艺就把收存的前腿拿来 摆在扫罗面前 撒姆尔说 看啊 这是所留下的 放在你面前吃吧 因我请百姓的时候 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 当日 扫罗就与撒姆尔同席 众人从高丘下来进城的时候 撒姆尔和扫罗在房顶上谈论 次日清早起来 黎明的时候 扫罗在房顶上 撒姆尔呼叫他说 起来吧 我好送你回去 扫罗就起来 和撒姆尔一同出去 二人下到成脚 撒姆尔对扫罗说 要吩咐仆人先走 仆人就先走了 你且站在这里 我好将神的话传与你听 撒姆尔记上 第十章 撒姆尔拿瓶告油 倒在扫罗的头上 与他亲嘴 说 这不是耶和华高 你做他产与他产业的君吗 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 在遍雅敏境内的谢撒 靠近拉结的坟墓 要遇见两个人 他们必对你说 你去找的那几头驴 已经找着了 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 反为你担忧 说 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 你从那里往前行 到了他伯的平原那里 必遇见三个网伯 特立去拜 神的人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 一个带着三个饼 一个带着一匹带酒 他们必问你安 给你两个饼 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此后你到 神的山 在那里有非利式人的防兵 你到了城的时候 必遇见一般先知 从高丘下来 在他们前面有鼓塞的 击鼓的 吹笛的 弹琴的 他们都说预言 耶和华的 灵帝感动你 你就与他们一同说预言 你要变为新人 这兆头临到你 你就可以趁时而坐 因为 神与你同在 你当在我已先下到吉甲 看啊 我也必下到那里 献凡记和平安记的吉生 你要等候七日 等我到了那里 只是你当行的事 扫罗转身离别撒姆尔 神就赐他一个新心 当日这一切兆头 都应验了 扫罗到了那山 现有一班先知遇见他 神的 灵感动他 他就在先知中说预言 素来认识扫罗的 看见他和先知一同说预言 就彼此说 你看 吉士的儿子遇见圣魔了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那地方有一个人说 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此后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扫罗说预言已毙 就上高丘去了 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 你们往哪里去了 回答说找驴去了 我们现没有驴 就到了撒姆尔那里 扫罗的叔叔说 请将撒姆尔向你们所说的话 扫罗对他叔叔说 扫罗对他叔叔说 他明明地告诉我们 驴已经找着了 至于撒姆尔所说的国事 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 撒姆尔将百姓招聚到 米斯巴 耶和华那里 对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领你们以色列出埃及 就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就你们脱离 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 你们今日却厌弃了 就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 神说 不然 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 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 撒姆尔以色列 众支派进前来 就指出汴雅敏支派来 又是汴雅敏支派 按着宗族进前来 就指出马特立足 从其中又指出 基氏的儿子扫罗 众人寻找他 却寻步着 就问 耶和华说 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说 看啊 他藏在器具中了 众人就跑去 从那里领出他来 他站在百姓中间 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撒姆尔对众民说 你们看 耶和华所拣选的人 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 众民就大声欢呼说 愿神庇佑我亡 撒姆尔将国法 对百姓说明 又记在书上 放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遣散众民 各回个家去了 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 有 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但有些比列的儿女说 这人怎能救我们呢 就藐视他 没有送他礼物 扫罗却不理会 撒姆尔记上 第十一章 亚门人的王拿霞上来 对着雅比激烈安影 雅比众人对拿霞说 你与我们立约 我们就服侍你 亚门人拿霞说 你们若有我弯出 你们个人的右眼 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 我就与你们立约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 求你宽容我们七日 等我们打发人 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 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吉比亚 将这话说给百姓听 百姓就都放声而哭 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 问说 百姓为什么哭呢 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见这话 就被神的灵感动 甚是发怒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 传送以色列的全境 说 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末尔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于是 耶和华时百姓惧怕 他们就都出来 如同一人 扫罗在彼色树点他们 以色列人有三十万 犹大人有三万 众人对那使者说 你们要回复雅比 激烈人说 明日太阳正热的时候 那时你们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 雅比人对亚门人说 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 你们可以随意带我们 第二天 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 在成羹的时候 入了亚门人军中 便杀他们 直到太阳进入 剩下的人都逃散 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 百姓对撒末尔说 那说扫罗 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 可以将他交出来 我们好杀死他 扫罗说 今日 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 撒末尔对百姓说 我们要往吉甲去 在那里复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在吉甲他们在 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他们又在 耶和华面前 献平安记的寄生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就在那里大大欢喜 撒末尔记上 第十二章 撒末尔对以色列众人说 看啊 你们向我所求的 我已听远了 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看啊 现在有阵王在你们前面行 我已年老发白 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 我从幼年直到今日 都在你们前面行 看啊 我在这里 你们要在 耶和华和他的受高者面前 给我做见证 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驴 榨取过谁 欺压过谁 从谁手里受过贿赂 因而眼下 若有 我必偿还 众人说 你未曾榨取我们 欺压我们 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肾膜 撒末尔对他们说 你们在我手里 没有找着肾膜 由 耶和华和他的受高者 今日未正 他们说 愿他未正 撒末尔对百姓说 从前立摩西 亚伦 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事 是耶和华 现在你们要站住 等我在 耶和华面前 对你们讲论 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 所行一切公义的事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 后来你们列祖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就拆遣摩西 亚伦 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记 耶和华他们的 神 他就把他们赋予下索将军 西西拉的手里 和非力士人 并摩押王的手里 于是 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 他们就呼求 耶和华说 我们有罪了 因为我们离弃了 耶和华 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 只是现在求你 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必侍奉你 耶和华就拆遣耶路巴利 彼旦 耶夫他 撒末尔 救你们脱离 四位仇敌的手 你们才安然居住 你们建亚门人的 王拿下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不然 我们定要一个王 治理我们 其实 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你们的王 所以你们看 现在你们所求 所选的王在这里 看啊 耶和华已经为你们 立王了 你们若敬畏 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 你们和治理 你们的王也都顺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好了 倘若你们不听从 耶和华的话 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 就必攻击你们 像从前攻击你们 列祖一样 现在你们要站住 看 耶和华在你们眼前 要行一件大事 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 我求告 耶和华 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们又知道 又看出 你们求立王的事 是在 耶和华眼前犯大罪了 于是撒末尔求告 耶和华 耶和华就在这日 打雷降雨 众民便甚惧怕 耶和华和撒末尔 众民对撒末尔说 求你为仆人们祷告 耶和华你的 神 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 正是罪上加罪了 撒末尔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你们虽然行了这恶 却不要偏离 耶和华 只要尽心侍奉 耶和华 若偏离 耶和华去顺从 那不能救人的虚无之事 是无益的 耶和华既喜悦选 你们做他的子民 耶和华就必因他的大名 不撇弃你们 至于我 神断不许我停止 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 耶和华 我必以善道正路 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畏 耶和华 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 何等大 你们若仍然作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撒摩尔记上 第十三章 扫罗登基做王一年 到他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 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 二千跟随扫罗 在密抹和博特里山 一千跟随约拿丹在汴雅敏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个家去了 约拿丹攻击加巴 非力士人的防营 非力士人听见了 扫罗就在遍地吹号 意思说 要是西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 非力士人的防营 又听见以色列为非力士人所增悟 百姓就跟随扫罗 聚集在吉甲 非力士人聚集 要与以色列征战 有车三万辆 马兵六千 步兵向海边的沙那样多 他们就上来 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影 以色列人献自己示威 这是因百姓忧击 众百姓就藏在山洞 丛林 石穴 高处和坑中 有些西伯来人过了约旦河 逃到迦德河激烈地 扫罗还是在吉甲 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 扫罗照着撒末尔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日 撒末尔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 把凡记和平安记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凡记 刚献完凡记 恰巧撒末尔就到了 扫罗出去迎接他 要问他好 撒末尔说 你做的是甚模式呢 扫罗说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非力士人聚集在密抹 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 耶和华 非力士人吓到吉甲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凡记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 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 你的国位 直到永远 但现在你的国位 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 耶和华立他做百姓的军 因为你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末尔救起来 从吉甲上 到汴雅敏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跟随他们的人 都住在汴雅敏的基比亚 但非力士人安营在密抹 有略兵从非力士营中出来 分为三队 一队往俄弗拉向 书亚地去 一队往伯河伦去 一队往西伯因谷对面的地径 向旷野去 那时 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 因为非力士人说 恐怕西伯来人制造刀枪 以色列人要磨除 离 斧 铲 就下到非力士人那里去磨 但有错可以错铲 离 三尺叉 斧子 并磨牛锥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 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 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 非力士人的一队防兵 到了密抹的爱口 撒末尔记上 第十四章 有一日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队 拿他盔甲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那边 到非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 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 坐在米吉伦的十六树下 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 穿着以福德 亚西图是以 加伯的哥哥 菲尼哈的儿子 以利的孙子 以利从前在释罗做 耶和华的祭祀 约拿丹去了 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丹要从爱口 过到非力士防营那里去 这爱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 一名剥削 一名悉尼 一封向北 与密抹相对 一封向南 与基比亚相对 约拿丹对拿他盔甲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 未受哥里人的防营那里去 或者 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 耶和华施行拯救 不在乎人多人手 拿他盔甲的对他说 随你的心意行吧 你可以上去 看啊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约拿丹说 看啊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 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 你们站住 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站住 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变上去 因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是 非力士的防兵看见 非力士人说 看啊 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防兵回答 约拿丹和拿他盔甲的人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有一件事 指示你们 约拿丹就对拿他盔甲的人说 你跟随我上去 因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的手里了 约拿丹就爬上去 拿他盔甲的人跟随他 非力士人倒在约拿丹面前 拿他盔甲的人也随着他杀他们 约拿丹和拿他盔甲的人 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 都在一亩约可 龙下一对牛耕种的地内 于是在军中 在田野 在众民内都有战精 防兵和掠兵也都战精 地也震动 战精之势甚大 在遍雅敏的基比亚 扫罗的守望兵观看 献非力士的军众容散彼此打倒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 你们查点查点 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 他们一查点 就知道约拿丹和拿他盔甲的人 没有在这里 那时 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 非力士人军中的喧嚷越发大了 扫罗就对祭司说 停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 来到战场 看见非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 大大慌乱 并且从前由四方来跟随 非力士军的西伯来人 现在也转过来 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连山地的以色列人 听说非力士人逃跑 也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 耶和华就拯救以色列 战事一直沿道 一直战道 伯亚文 扫罗教百姓起誓说 凡不等到晚上 向敌人报完了仇吃肾魔的 必受咒诅 因此 这日百姓没有吃肾魔 就极其困背 众民进入树林 现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 现有蜜留下来 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 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唯独约拿丹 没有听见他父亲嘱咐百姓起誓 所以他伸出手中的杖 用杖头站在封房里 转手送入口内 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人回答他说 你父亲曾嘱咐百姓 严谣的启示说 今日吃肾魔的必受咒诅 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饶害这地了 你们请看 我阴藏的这一点蜜 眼睛就何等明亮了 何况百姓今日若任意吃了 从仇敌所夺的物呢 至今所击杀的非力士人 岂不大大家多吗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力士人 从密抹直到亚雅伦 百姓甚是疲乏 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 载于地上 肉还带血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 请看 百姓吃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说 你们有罪了 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 你们站在百姓中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将牛羊 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 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 耶和华 那夜 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 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 耶和华住的坛 扫罗说 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抢掠他们 直到天亮 不留他们一人 众民说 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祭司说 我们先当亲近 神 扫罗求问 神说 我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不交 那日 神却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 反百姓中的长老 你们都进到这里来 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 我指着就以色列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 他也必死 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一边 我与我儿子约拿丹 也站在一边 百姓对扫罗说 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扫罗祷告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求你赐下完全的签 于是制出扫罗和约拿丹来 百姓尽都无事 扫罗说 你们在制签 看是我 是我儿子约拿丹 就制出约拿丹来 扫罗对约拿丹说 你告诉我 你做了甚模式 约拿丹说 我实在以手里的杖 用杖头占了一点蜜 尝了一尝 这样我就必死吧 扫罗说 约拿丹啊 你定要死 若不然 愿 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 约拿丹在以色列中 这样大行拯救 岂可使他死呢 神断乎不许 我们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士 连他的一根头发 也不可落地 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 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 扫罗回去 不追赶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和索巴诸王 并非力士人 他无论往何处去 都打败仇敌 扫罗聚集军兵攻击亚马利人 救了以色列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 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 义士为麦基舒亚 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名米拉 幼女名米甲 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满 是亚西马斯的女儿 扫罗的元帅 名叫亚尼尔 是尼尔的儿子 尼尔是扫罗的叔叔 扫罗的父亲姬氏 亚尼尔的父亲尼尔 都是亚别的儿子 扫罗平生常与菲利士人大大征战 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撒末尔记上第十五章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告你未亡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出埃及上来的时候 亚马利怎样带以色列 在路上怎样埋伏他 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马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联系他们 将男女 婴孩 吃奶的 病牛 羊 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低了音 数点他们 共有步兵二十万 另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马利的京城 在谷中设下埋伏 扫罗对基尼人说 你们离开亚马利人下去吧 恐怕我将你们和亚马利人一同杀灭 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们曾恩待他们 于是基尼人离开亚马利人去了 扫罗击打亚马利人 从哈肥拉直到埃及对面的舒尔 升勤了亚马利王亚甲 用刀刃杀进亚马利的重民 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 羊 肥畜 羊羔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 樊下剑瘦弱的劲都杀了 耶和华的话 领导撒姆尔说 我立扫罗未亡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姆尔便甚忧愁 众意哀求 耶和华 撒姆尔清早起来 迎接扫罗 有人告诉撒姆尔说 看啊 扫罗到了加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到吉甲 撒姆尔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遵守了 撒姆尔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 牛鸣 是从哪里来的呢 扫罗说 这是百姓 从亚马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你的 神 其余的 我们都灭尽了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 等我将 耶和华这夜 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 扫罗说 请讲 撒姆尔对扫罗说 从前你 虽然以自己为小 岂不是被立为 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 你做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差请你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 亚马利人 将他们灭绝净净 你为何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命令 急忙掳掠财物 行 耶和华眼中 看未恶的事呢 扫罗对撒姆尔说 我实在听从了 耶和华的命令 行了 耶和华所差遣 我行的路 前了亚马利王亚甲来 灭尽了亚马利人 百姓却在所当 灭尽的物中 取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极甲献与 耶和华你的神 撒姆尔说 耶和华喜悦凡记和别的记 岂如喜悦人听从 耶和华的话呢 看啊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功绵羊的之友 叛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的罪与行恶 和拜偶相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扫罗对撒姆尔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 耶和华的命令 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 耶和华 撒姆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厌弃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 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姆尔转身要走 扫罗就扯住 他外袍的衣襟 衣襟就撕断了 撒姆尔对他说 如此 今日 耶和华使以色列国 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 比你更好的邻居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知说谎 也不知后悔 因为他并非是人 绝不后悔 扫罗就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 耶和华你的 神 于是 撒姆尔转身 跟随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 耶和华 撒姆尔说 要把亚玛利王亚甲 带到我这里来 亚甲就欢欢喜喜地 来到他面前 心里说 死亡的苦难 必定过去了 撒姆尔说 你既用刀使 妇人丧子 这样 你母亲在妇人中 也必丧子 于是 撒姆尔在吉甲 耶和华面前 将亚甲切成筷子 撒姆尔回了拉玛 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 回自己的家去了 撒姆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但撒姆尔为扫罗悲伤 是因 耶和华后悔 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撒姆尔记上 第十六章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我既厌弃扫罗 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 要到几时呢 你将告犹 承满了脚 我差遣 你往伯利恒人 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 预定一个作王的 撒姆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 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只母牛毒去 就说 我来是要向 耶和华陷进 你要请耶西来 复记言 我就指示 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高探 撒姆尔就照 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 那城里的长老 都战战兢兢地 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 为平安来的 我来是给 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字节 来与我一同 复记言 撒姆尔就是 耶西和他众子字节 请他们来复记言 他们来的时候 撒姆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高者 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 却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 耶和华 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 是看内心 耶西叫亚比拿达 从撒姆尔面前经过 撒姆尔说 耶和华 也不拣选他 耶西又叫沙玛 从撒姆尔面前经过 撒姆尔说 耶和华 也不拣选他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 都从撒姆尔面前经过 撒姆尔说 这都不是 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姆尔对耶西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撒姆尔对耶西说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作息 耶西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甚是好看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撒姆尔就用脚里的告犹 在他诸胸中高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 灵就感动大魏 撒姆尔起身回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 灵离开扫罗 有恶灵从 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你看 现在有恶灵从 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 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 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来 等 神那里来的恶灵 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扫罗对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 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 少年人说 看啊 我曾见博力恒人 耶西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办事通达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拆遣使者 去献耶西 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 儿子大卫 到我这里来 耶西就把几个饼 和一瓶带酒 并一只山羊羔 都拖在驴上 交给他儿子大卫 送于扫罗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扫罗面前 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 拿盔甲的人 扫罗拆遣人 去献耶西 说 求你容大卫 势力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 神那里来的恶灵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 用手而弹 扫罗便舒畅爽快 恶灵离了他 撒末尔记上 第十七章 非力士人 招聚他们的军旅 要来征战 聚集在 属由大的梭戈 安营在 梭戈和亚西家中间的 以赴大面 扫罗和以色列人 也聚集 在以拉谷安营 百列队伍要与非力士人打仗 非力士人站在这边山上 以色列站在那边山上 两下当中有骨 从非力士营中 出来一个讨战的人 名叫哥利亚 是加特人 身高六轴 零一虎口 头戴铜盔 身穿铠甲 甲重五千射克勒 腿上有铜护膝 两肩之中有铜挡牌 枪杆粗如织布的鸡轴 铁枪头重六百射克勒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 在他前面走 哥利亚对着 以色列的军队战力 呼叫说 你们出来 百列队伍做圣魔呢 我不是非力士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 使他下到我这里来 他若能与我战斗 将我杀死 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 我若胜了他 将他杀死 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 服侍我们 那非力士人又说 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 你们叫一个人出来 彼此刻意战斗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听见非力士人的这些话 就惊慌 极其害怕 大魏是犹大 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稀的儿子 耶稀有八个儿子 当扫罗的时候 耶稀已经老迈 耶稀的三个大儿子 跟随扫罗出征 这出征的三个儿子 长子名叫以利亚 次子名叫亚比拿达 三子名叫沙玛 大魏是最小的 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 大魏有时离开扫罗 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养 那非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 如此似时 一日 耶稀对他儿子大魏说 你拿一一 发轰了的碎子和十个饼 速速地送到营里去 交给你哥哥们 再拿这十块奶饼 送给他们的千福长 且问你哥哥们好 向他们要平信来 扫罗与大魏的三个哥哥 和以色列众人 在以拉谷与非力士人打仗 大魏早晨起来 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 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 带着食物去了 到了壕沟 军兵刚出到战场 呐喊要战 以色列和非力士人 都百列队伍 彼此相对 大魏把他带来的物件 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 跑到战场 问他哥哥们安 与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讨战的 就是蜀加特的 非力士人哥利亚 从非力士队中出来 说从前所说的话 大魏都听见了 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 就逃跑 极其害怕 以色列人彼此说 这上来的人 你们看见了吗 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骂朕 若有能杀他的 王帝赏赐他大财 将自己的女儿给他喂妻 并在以色列中 免他附加那粮当差 大魏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这非力士人 除掉以色列的耻辱 怎样待他呢 这位受割礼的 非力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朕吗 百姓照先前的话 回答他说 有人能杀这非力士人 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魏的掌兄以利亚 听见大魏与他们 所说的话 就向他发怒 说你下来做慎魔呢 在旷野的那几只羊 你交托了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 和你心里的恶意 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 大魏说 我做了慎魔呢 我来起没有缘故吗 大魏就离开他转向别人 照先前的话而问 百姓仍照先前的话 回答他 有人听见大魏所说的话 就告诉了扫罗 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 大魏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力士人胆怯 你的仆人 要去与那非力士人战斗 扫罗对大魏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力士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 他自幼就做战士 大魏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狮子与熊来了 从群中 嫌了一只绵羊羔去 我就追赶驼 击打驼 将羊羔从驼口中救出来 驼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着驼的胡子 将驼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 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礼的非力士人 像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大魏又说 耶和华救我脱离 狮子和熊的找 也必救我脱离 这非力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魏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他的盔甲 给大魏穿上 将铜盔给他戴上 又给他穿上铠甲 大魏把刀 跨在他的盔甲外 试试能走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罐 就对扫罗说 我穿戴这些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罐 于是摘脱了 他手中拿杖 又在膝中挑选了 五块光滑石子 放在牧人带的袋里 就是口袋里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弦 他就去迎那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魏来 拿盾牌地走在前头 非力士人观看 现了大魏 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非力士人对大魏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 非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众神 咒诅大魏 非力士人又对大魏说 来吧 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 田野的走兽赤 大魏对非力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盾牌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大军之 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 神 今日 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 又将非力士军兵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全地上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 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施行拯救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 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非力士人起身 迎着大魏前来 大魏急忙迎着非力士人 往战场跑去 大魏用手从袋中掏出一块石子来 用鸡弦甩去 打中非力士人的鹅 石子进入额内 他就扑倒 面赴余地 这样 大魏用鸡弦甩石 剩了那非力士人 打死他 大魏手中却没有刀 大魏跑去 站在非力士人身旁 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 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非力士众人 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便起身呐喊 追赶非力士人 直到谷中和以格伦的城门 被杀的非力士人 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以色列人追赶非力士人回来 就夺了他们的银盘 大魏将那非力士人的头 拿到耶路撒冷 却将他的盔甲 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扫罗看见大魏去攻击非力士人 就问元帅鸭尼尔说 鸭尼尔啊 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 鸭尼尔说 我敢在王面前起誓 我道不出来 王说 你可以问问 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 大魏打死非力士人回来 鸭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 他手中拿着非力士人的头 扫罗问他说 少年人啊 你是谁的儿子 大魏说 我是你仆人伯利 以恒人耶稀的儿子 撒摩尔记上第十八章 大魏对扫罗说完了话 约拿丹的心 与大魏的心身相契合 约拿丹爱大魏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那日扫罗留住大魏 不容他再回复家 约拿丹爱大魏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与他结盟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 给了大魏 又将衣服 刀 弓 腰带 都给了他 扫罗无论差遣大魏 往何处去 他都坐视精明 扫罗就立他作战事长 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 无不喜悦 大魏打死了那非力士人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格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 打鼓激情 歌唱跳舞 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 扫罗杀死几千 大魏杀死数万 扫罗甚发怒 不喜悦这话 扫罗说 他们将几万归大魏 数千归我 除了国魏 他还可得圣魔吗 从这日起 扫罗就怒视大魏 次日 从神那里来的恶灵 降在扫罗身上 他就在家中 胡言乱语 大魏照常弹琴 扫罗手里拿着短枪 扫罗把短枪一致 心里说 我要将大魏刺透 钉在墙上 大魏躲避他两次 扫罗惧怕大魏 因为 耶和华离开自己 与大魏同在 所以扫罗使大魏离开自己 立他为迁服长 他就领兵出入 大魏做事无不精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扫罗见大魏做事精明 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都爱大魏 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扫罗对大魏说 看啊 我将大女儿 米拉给你喂妻 只要你为我奋勇 喂 耶和华征战 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她 要及非力士人的手 害她 大魏对扫罗说 我是谁 我是圣魔出身 我附加在以色列中 是何等的家 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 米拉到了 当给大魏的时候 扫罗却给了 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弃 扫罗的次女 米甲爱大魏 有人告诉扫罗 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 我将这女儿给大魏 做她的网罗 好及非力士人的手 害她 所以扫罗对大魏说 你今日可以在 我两个女儿中的一个 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陈仆说 你们暗中与大魏谈论说 你看 王喜悦你 王的陈仆也都喜爱你 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陈仆就照这话说给大魏听 大魏说 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 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陈仆回奏说 大魏所说的如此如此 扫罗说 你们要对大魏这样说 王不要圣魔聘礼 只要一百非力士人的包皮 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扫罗想要使大魏 丧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陈仆 将这些话告诉大魏 大魏就欢喜做王的女婿 日期还没有到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起身前往 杀了二百非力士人 将包皮满数交给王 为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将女儿 迷甲给大魏为妻 扫罗见 耶和华与大魏同在 又知道女儿迷甲爱大魏 就更怕大魏 常做大魏的仇敌 每逢非力士军长出来打仗 大魏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 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撒摩尔记上 第十九章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 和众臣仆说 要杀大魏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却甚喜爱大魏 约拿丹告诉大魏说 我父扫罗想要杀你 所以明日早晨请你小心 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 与他谈论 我看他情形怎样 我必告诉你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 替大魏说好话 说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魏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他拼命杀那非力士人 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 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 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魏 流无辜人的血 自己取罪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 我必不杀他 约拿丹叫大魏来 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带他去献扫罗 他就仍然势力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 大魏出去非力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灵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扫罗手里拿短枪坐在屋里 大魏就用手弹琴 扫罗用短枪想要刺透大魏 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 扫罗的短枪刺入墙内 当夜大魏逃走 躲避了 扫罗打发人到大魏的房屋那里 窥探他 要等到天亮杀他 大魏的七米甲对他说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魏从窗户里坠下去 大魏就逃走 躲避了 米甲取了一个像放在床上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用被遮盖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魏 米甲说 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魏 说 当连床将他抬来 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 看见床上有一像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 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回答说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不然我要杀你 大魏逃避 来到拉玛县撒姆尔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史述说了一遍 他和撒姆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有人告诉扫罗 说看见大魏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魏 去的人现有一班先知都说预言 撒姆尔站在其中监管他们 神的 灵也感动扫罗打发去的人说预言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打发人去 他们也说预言 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 他们也说预言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 到了西谷的大井 问人说 撒姆尔和大魏在哪里呢 有人说 看见他们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 灵也感动他 一面走一面说预言 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姆尔面前说预言 一昼一夜露体躺卧 因此他们说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吗 撒姆尔记上第二十章 大魏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约拿丹那里 对他说 我做了圣魔 有圣魔罪孽呢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圣魔罪 他竟寻锁我的性命呢 约拿丹回答说 神断然不是 你必不致死 你看 我副作事 无论大小 没有不叫我知道的 怎么独有 这是隐瞒我呢 绝不如此 大魏又启示说 你父亲准知 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心里说 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 恐怕他愁烦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约拿丹对大魏说 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大魏对约拿丹说 看啊 明日是初一 我当与王同习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第三天晚上 你父亲若献我不在习上 你就说 大魏切求我许他 回本承伯利恒去 因为他全家 在那里献年纪 你父亲若说好 你仆人就平安了 他若发怒 你就确知他 决意要害我 求你施恩与你仆人 因你在耶和华面前 曾与你的仆人结盟 然而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约拿丹说 断无此事 我若真知道 我父亲决意害你 我岂不告诉你呢 大魏对约拿丹说 你父亲若用利言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呢 约拿丹对大魏说 你我且往田野去 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约拿丹对大魏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位正啊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或第三天 我叹我父亲的意思 若现象你有好意 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平安安地走 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你要照 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 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于是约拿丹与大魏家结盟 说 愿耶和华及大魏的仇敌追讨 被约的罪 约拿丹因爱大魏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使他在启示 约拿丹对他说 明日是初一 你的座位空设 人必理会你不在哪里 你等三日 就要速速下去 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 在以色石头那里等候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 如同射箭靶一样 看啊 我要打发男童 说 去把箭找来 我若对男童说 箭在后头 把箭拿来 你就可以回来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我若对少年人说 看哪箭在前头 你就要去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 正有 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位正 直到永远 大魏就去藏在田野 到了初一日 王坐席要用餐 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拿丹事里 压尼尔坐在扫罗旁边 大魏的座位空设 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慎魔 他想大魏遇事 偶然不结 他必定是不结 初二日 大魏的座位还空设 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 耶稀的儿子为何昨日 今日没有来用餐呢 约拿丹回答扫罗说 大魏切求我 容他往伯利行去 他说 求你容我去 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我长兄吩咐我去 如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容我去献我的弟兄 所以大魏没有父王的心 扫罗向约拿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顽梗悲逆之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 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以致你母亲陆体蒙羞吗 耶稀的儿子 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 必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发人去 将他捉拿交给我 他是该死的 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 为什么要把他治死呢 他做了圣魔呢 扫罗向约拿丹制短枪要刺他 约拿丹就知道 他父亲决意要杀大魏 于是 约拿丹气愤愤地从袭上起来 在这初二日 没有吃东西 他因见父亲羞辱大魏 就为大魏筹犯 此日早晨 约拿丹按着与大魏约会的时候 出到田野 有一个男童跟随 约拿丹对男童说 你跑去 把我所设的剑找来 男童跑去 约拿丹就把剑设在男童前头 男童到了约拿丹落剑之地 约拿丹呼叫男童说 剑不是在你前头吗 约拿丹又呼叫男童说 速速地去 不要持眼 男童就拾起剑来 回到主人那里 男童却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约拿丹和大魏知道 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男童 对他说 你将弓箭拿到城里去 男童一去 大魏就从一处地方的南边出来 脸浮在地 拜了三拜 二人亲嘴 彼此哭泣 大魏哭得更痛 约拿丹对大魏说 我们二人曾指着 耶和华的名起誓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位正 直到永远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魏就起身走了 约拿丹也会城里去了 撒摩尔记上 第二十一章 大魏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大魏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 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肾魔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的食物 祭司回答大魏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至少没有亲近妇人 才可以给 大魏回答祭司说 实在约有三日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 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舍饼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做扫罗的私牧场 大魏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是圣鸡 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祭司说 看啊 你在以拉古沙非力士人 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 裹在布中 放在以弗德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 大魏说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那日大魏起来 因惧怕就躲避扫罗 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 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魏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她说扫罗杀死数千 大魏杀死数万吗 大魏将这些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亚吉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话 使唾沫留在胡子上 亚吉对臣仆说 你们看 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撒摩尔记上第二十二章 大魏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都兰洞 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魏那里 大魏就做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魏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对摩押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 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大魏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 大魏住山寨多少日子 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 先知加德对大魏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要往犹大地去 大魏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树下 手里拿着枪 众臣仆势力在左右 扫罗听见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变雅敏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你们竟都结党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稀的儿子结盟的时候 无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也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那时 以东人多义站在扫罗的臣仆中 对他说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到了罗伯 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为他求问 耶和华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非利使人哥利亚的刀 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 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驻挪伯的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就来见王 扫罗说 亚西突的儿子 你要听我的话 他回答说 我主我在这里 扫罗对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结党害我 将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 神使他起来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亚西米勒回答王说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魏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 神呢 断不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无论大小 你仆人都不知道 王说 亚西米勒啊 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与大魏联手 又因他们知道大魏逃跑 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 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王吩咐多一说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多亿就去杀祭司 那日杀了穿戏麻布以福德的八十五人 又用刀刃将祭司成罗伯中的男女 孩童 吃奶的 和牛 羊 驴禁都杀面 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 有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他 逃到大魏那里 亚比亚他将扫罗杀 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魏 大魏对亚比亚他说 那日我献以东人多亿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 你父的全家丧命 都是因我的缘故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寻所你命的 就是寻所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撒摩尔记上 第二十三章 有人告诉大魏说 你看 非力士人攻击基伊拉 抢夺何尝 所以大魏求问 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魏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力士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随大魏的人对他说 你看 我们在犹大帝这里尚且惧怕 何况往基伊拉 去攻打非力士人的军旅呢 大魏又求问 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说 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力士人 交在你手里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往基伊拉去 与非力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这样 大魏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逃到基伊拉 献大魏的时候 手里拿着乙福德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魏到了基伊拉 扫罗说 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 困蔽在里头 这是 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 于是 扫罗招聚众民 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 围困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大魏知道 扫罗设计谋害他 就对基斯亚比亚他说 将以夫德拿过来 大魏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你仆人真听了 扫罗要往基伊拉来 为我的缘故灭成 基伊拉人 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扫罗照着你仆人 所听的话 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求你只是仆人 耶和华说 扫罗必下来 大魏又说 基伊拉人 将我和跟随我的人 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耶和华说 必交出来 大魏和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就起身出了基伊拉 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 大魏离开基伊拉逃走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大魏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藏在西服旷野的山地 扫罗天天寻锁大魏 神却不将大魏交在他手里 大魏知道扫罗出来 寻锁他的命 那时 他住在西服旷野的树林里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献大魏 使他依靠 神德以坚固 对他说 不要惧怕 我付扫罗的手 必不加害于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是我付扫罗知道了 于是二人在 耶和华面前立约 大魏仍住在树林里 约拿丹回家去了 西服人上到基比亚献扫罗 说 大魏不是在我们那里的 树林里山寨中 耶士门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 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扫罗说 愿 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因你们顾续我 请你们回去预备 再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 回来据实地告诉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他若在犹大的境内 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西服人就起身 在扫罗以先往西服去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马云旷野 耶士门南边的平原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去寻找大魏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下到磐石 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 便在马云的旷野 追赶大魏 扫罗在山这边走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 大魏因怕扫罗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四面围住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要拿获他们 忽悠使者来报告扫罗说 非力士人犯境抢掠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魏 回去攻打非力士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西罗街 大魏从那里上去住在隐积底的山寨里 撒末尔记上第二十四章 扫罗追赶非力士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看见大魏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 率领他们王爷山羊的磐石去 寻索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杨兰 在那里有洞 扫罗进去大街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魏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 看啊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带他 如今时候到了 大魏就起来 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随后大魏心中自责 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大魏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断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魏用这些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扫罗起来 从洞里出去行路 随后大魏也起来 从洞里出去 呼叫扫罗说 我主 我王 扫罗回头观看 大魏就屈身 脸浮于地下拜 大魏对扫罗说 你为何听信人的话 说看啊 大魏想要害你呢 看啊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 我却爱惜你 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且我父啊 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 没有杀你 你由此可以知道 我没有恶意叛逆你 你虽然猎取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 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古人有句俗语说 恶事出于恶人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 要寻找谁呢 追赶谁呢 不过追赶一条死狗 一个个早就是了 愿耶和华做判断 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 并且鉴查 为我伸冤 救我脱离你的手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些话 扫罗说 我儿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就放声大哭 对大卫说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你今日显明 是以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 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 愿耶和华因你今日 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看啊 如今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现在你要指着 耶和华向我起誓 不检除我的后裔 在我父家不灭墨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 扫罗就回家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撒末尔记上第二十五章 撒末尔死了 以色列人都聚集 为他哀哭 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公园里 大卫起身 下到巴兰的旷野 在马云有一个人 他的产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他正在加密捡羊毛 那人名叫拿巴 是迦勒族的人 他的妻名叫亚比盖 是聪明俊美的妇人 拿巴为人 刚愎凶恶 大卫在旷野听见 说拿巴捡羊毛 大卫就打发十个少年人 大卫对少年人说 你们上加密去献拿巴 提我的名问他安 要对那父户如此说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现在我听说 有人为你捡羊毛 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 和我们在一处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甚魔 可以问你的少年人 他们必告诉你 所以愿少年人 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 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你仆人 和你儿子大卫 大卫的少年人到了 将那些话题 大卫的明都告诉了拿巴 就住了口 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近来叛逆主人 奔逃的仆人甚多 我岂可将饮食 和为我捡羊毛人所宰的肉 给我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人呢 大卫的少年人 就转身再去 把那些话都告诉大卫 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个人都要戴上刀 众人就都戴上刀 大卫也戴上刀 跟随大卫上去的 约有四百人 留下二百人 看守器具 然而少年人中有一个告诉拿巴的 七阿比该说 看啊 如今大卫 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 主人却讥笑他们 但是那些人待往甚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甚末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 做我们的强缘 所以你当筹划 看怎样行才好 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他如同笔猎之子 无人敢与他说话 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 两瓶带酒 五只收拾好了的羊 五西亚烘好了的穗子 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 都拖在驴上 对仆人说 你们前头走 我正要随着你们去 这时 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 亚比该骑着驴 正下山坡 献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从对面下来 亚比该就迎接他们 大卫曾说 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以致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以恶报善 凡属拿巴对墙撒尿的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降伐于我 亚比该见大卫 便急忙下驴 在大卫面前脸浮余地叩拜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 说 我主 愿这罪归我 求你容婢女向你敬言 更求你听婢女的话 求我主 不要理这比列之子拿巴 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衬 他名叫拿巴 他为人果然于玩 但我主所打发的少年人 婢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 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取所流的血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启示说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我主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如今求我主将你婢女这送来的福分 给跟随我主的少年人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 查不出有肾魔过来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 寻锁你的性命 我主的性命却在 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 如包裹宝器一样 你仇敌的性命 他必抛去 如用鸡弦甩食一样 到了 耶和华照所应许 我主的话赐福于你 立你做治理以色列的 那时我主必不置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亏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 流无辜人的血 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 求你纪念婢女 大卫对亚比该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被称颂 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 流人的血 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 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奇事 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 到明日早晨 凡属拿八对墙撒尿的 必定不留一个 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 就对他说 我听了你的话 准了你的情面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 亚比该到拿八那里 献他在家里设摆筵席 如同王的筵席 拿八快乐大醉 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 就等到次日早晨 到了早晨 拿八醒了酒 他的七将这些事都告诉他 他就魂不附体 身僵如石头一般 过了十天 耶和华击打拿八 他就死了 大卫听见拿八死了 就说应当称颂 耶和华 因耶和华 申了拿八 羞辱我的冤 又阻止仆人行恶 也使拿八的恶归到拿八的头上 于是大卫打发人去 与亚比该商议 说要娶他为妻 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县亚比该 对他说 大卫打发 我们来献你 想要娶你为妻 亚比该就起来 脸浮在地叩拜 说 看啊 我情愿做婢女 洗我主仆人的脚 亚比该立刻起身 骑上驴 带着五个女子 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 就做了大卫的妻 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西满 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 就是大卫的妻 给了加林人拉义的儿子帕提为妻 撒末尔记上第26章 西夫人到基比亚县扫罗 说 大卫不是在耶氏门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扫罗就起身 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 三千精兵下到西服的旷野 要在那里巡索大卫 扫罗在耶氏门前的哈基拉山 在道路上安营 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 就打发人去探厅 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 大卫起来 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看见扫罗和他军队的元帅尼尔的儿子 压尼尔睡卧之处 扫罗睡在壕沟里 百姓安营在他周围 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 和西鲁雅的儿子约压的兄弟亚比塞说 谁捅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亚比塞说 我捅你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 现扫罗睡在壕沟里 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 压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不用再刺 大卫对亚比塞说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而无罪呢 大卫又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欺盗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断不敢伸手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 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起 都睡着了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 大卫过到那边去 远远地站在山顶上 与他们相离甚远 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 丫尼尔说 丫尼尔啊 你为何不回答呢 丫尼尔说 你是谁 竟敢呼叫王呢 大卫对丫尼尔说 你不是个勇士吗 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 民中有人进来 要害死亡你的主 你为何没有保护亡你的主呢 你这样是不好的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看看 王头旁的枪和水平在哪里 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 就说 我儿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 我主我王啊 是我的声音 又说 我做了肾魔 我手里有肾魔恶事 我主竟追赶仆人啊 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 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 愿他收纳供物 若是人激发你 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他们现今敢主我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分 说 你去侍奉众别神吧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 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 以色列王出来 是寻找一个个子 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褶骨一般 扫罗说 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 你可以回来 因今日我的性命 在你眼中看位宝贵 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看啊 我是糊涂人 大大错了 大卫回答说 看啊 王的枪在这里 可以吩咐少年人中的一个过来拿去 今日 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 我却不肯伸手害 耶和华的兽高者 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 忠诚赏赐他 看啊 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 并且拯救我 脱离一切患难 扫罗对大卫说 我儿大卫 愿你得福 你必做大事 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起行 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撒末尔记上 第27章 大卫心里说 必有一日 我死在扫罗手里 不如急速逃奔 非力士地区 扫罗献我不在 以色列的境内 就必绝望 不再寻缩我 这样 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于是大卫起身 和跟随他的六百人 投奔加特王 马俄的儿子 亚吉去了 大卫和他的两个妻 就是耶稣列人 亚西暖和 坐过拿八妻的 加密人亚比该 并跟随他的人 连个人的眷属 都住在加特的亚吉那里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逃到加特 扫罗就不再寻缩他了 大卫对亚吉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 赐我一个地方居住 你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 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 因此喜格拉属由大王 直到今日 大卫在菲利市地 住了一年零四个月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 侵犯姬树人 姬瑟人 亚玛利人之地 这姬族历来住在那地 从舒尔直到埃及 大卫击杀那地的人 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又夺货牛 羊 骆驼 驴 并衣服回来献亚吉 亚吉说 你们今日往了那里驻路呢 大卫说 侵犯了犹大的南方 耶拉面的南方 基尼的南方 无论男女 大卫没有留下一个 带到加特来 他说 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 说大卫住在菲利市地的时候 常常这样行 亚吉信了大卫 信里说 大卫是本族以色列十分憎恶他 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 撒末尔记上 第二十八章 当那些日子 菲利市人聚集军旅 要与以色列打仗 亚吉对大卫说 你当知道 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 大卫对亚吉说 你仆人所能做的事 王必知道 亚吉对大卫说 这样 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 那时撒末尔已经死了 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 葬他在拉玛 就是在他本城里 扫罗曾在国内 不容有灵史的 核形巫术的人 菲利市人聚集 来到苏联安营 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 在基里波安营 扫罗看见菲利市的军旅就惧怕 心中甚是发颤 扫罗求问 耶和华 耶和华却不急梦或无灵或先知回答他 扫罗对他臣仆说 当为我找一个有灵史的妇人 我好去问他 臣仆说 在尹多尔正有一个有灵史的妇人 于是扫罗改了妆 穿上别的衣服 带着两个人夜里去献那妇人 扫罗说 求你用灵史的法术 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 为我招上来 妇人对他说 看哪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检出有灵史的核形巫术的 这样你又为何涉网罗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 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不因这是受刑 妇人说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回答说 为我招撒朔尔上来 妇人看见撒朔尔就大声呼叫 对扫罗说 你是扫罗为神魔欺哄我呢 王对妇人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圣魔呢 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众神从地里上来 扫罗说 他是怎样的形状 妇人说 有一个老人上来 身穿长衣 扫罗知道是撒末尔 就屈身 脸浮于地下拜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为神魔搅扰我 招我上来呢 扫罗回答说 我甚窘急 因为非力士人攻击我 神也离开我 不在极限之祸梦回答我 因此请你上来 好指示 我应当怎样行 撒末尔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 且与你为敌 你何必问我呢 耶和华照他及我说的话 耶和华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 赐予你的邻居 就是大位 因你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命令 他恼怒亚玛利人 你没有灭绝他们 所以今日 耶和华像你这样行 并且 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 交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明日你和你众子 必与我在一处了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 交在非力士人手里 扫罗猛然扑倒 挺身在地 因撒摩尔的话甚是惧怕 那一昼一夜没有吃肾魔 就毫无气力 妇人到扫罗面前 献他极其惊恐 对他说 看哪 婢女听从你的话 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遵从你所小欲的 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 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饼 你吃了 可以有气力行路 扫罗不肯 说 我不吃 但他的仆人和妇人 再三劝他 他才听了他们的话 从地上起来 坐在床上 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 肥牛犊宰了 又拿面团成 无教饼烤了 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 他们吃完 当夜就起身走了 撒摩尔记上 第29章 菲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 兜聚到亚服 以色列人在耶稣列的 全旁安营 菲利士人的首领 各率军队 按摆或按迁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同卓亚籍 跟在后面 菲利士人的首领说 这些西伯来人在这里做圣魔呢 亚籍对他们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 他在我这里 有些年日了 自从他投降 我直到今日 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菲利士人的首领 向亚籍发怒 对他说 你要叫这人 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 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 恐怕他在镇上 反卫我们的敌人 他用圣魔 与他主人复合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 从前 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 扫罗杀死数千 大卫杀死数万 所说的 不是这个大卫吗 亚籍叫大卫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 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甚魔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免得非力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 大卫对亚籍说 我做了圣魔呢 自从你仆人到你面前 直到今日 你查出我有圣魔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 亚籍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同神的天使一般 只是非力士人的首领说 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故此 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在明日早晨要从早起来 你们从早起来 等天一亮就回去吧 于是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 回往非力士地区 非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撒末尔记上第三十章 第三天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侵犯南地攻破喜格拉 用火焚烧 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 不料城已烧毁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 直哭得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 耶斯列人亚西暖和坐过拿八妻的加密人亚比该 也被掳去了 大卫甚是焦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理坚固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 他说 请你将以负德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以负德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 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于是 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 又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 大卫却带着四百人往前追赶 有二百人疲乏 不能过比索西 所以留在那里 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 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 两个葡萄饼 他吃了 灵就复原 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 没有喝水 大卫问他说 你是属谁的 你是哪里的人 他回答说 我是埃及的少年人 是亚玛利人的仆人 因我三日前患病 我主人就把我撇下了 我们侵犯了基利提的南方 和属犹大的地 并加勒地的南方 又用火烧了喜格拉 大卫问他说 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 他回答说 你要向我指着 神起誓 不杀我 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 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 那人领大卫下去 陷他们散在地上 吃喝跳舞 因为从菲利市地和犹大帝 所掳来的财物甚多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 击杀他们 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 没有一个逃脱的 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 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 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 儿女 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 没有失落一个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跟随他的人 赶在原有的群处前边 说 这是大卫的略物 大卫到了 那疲乏不能跟随 留在比苏西的二百人那里 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 大卫前来问他们 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 和比列之子 说 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 我们所夺的财物 就不分给他们 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 使他们带去救世了 大卫说 弟兄们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不可不分给他们 因为他保佑我们 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 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 上阵的得多少 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平分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从那日直到今日 大卫到了喜格拉 从六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 说 看啊 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 送你们为礼物 他送礼物给祝伯特利的 南蒂拉默的 雅提尔的 祝亚罗尔的 西莫的 以士提莫的 祝拉哈勒的 耶拉灭各城的 基尼各城的 祝荷尔玛的 哥拉山的 亚塔的 祝西伯伦的 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速来所到之处的人 撒摩尔记上第31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征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山又被杀扑倒的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亚比拿达 麦吉舒亚 攻击扫罗的是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使中 他被射伤甚重 扫罗就对拿他盔甲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头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 凌辱我 但拿他盔甲的人不肯 因他甚惧怕 扫罗就拿起刀来 扶在旗上 拿他盔甲的人 献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 与他同死了 这样 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他盔甲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 当那日都一同死亡 驻古地那边并约 但和另一边的以色列人 献以色列人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成逃跑 非力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 非力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扑倒在基里波山 就割下他的手脊 拨了他的盔甲 送到非力士帝的四镜 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名 他们又将他的盔甲 放在亚斯塔路庙里 将他的尸身钉在 博山的城墙上 雅比激烈的居民 听见非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 走了一夜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从博山城墙上取下来 送到雅比那里 用火烧了 将他们骸骨 葬在雅比的树下 就近十七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